親愛的天賦 喜歡一個人 為什麼要有罪呢 怎麼該選的 哪一半女生 他叫Birdy 他是一個男生 嗨 El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昊生 我覺得 在教官室跟Birdy 還有Birdy他爸打架那場 其實蠻挑戰的 因為當時我們 備用的打人的道具 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他又是一個 一進到底要很考驗 每一個演員的走位 然後情緒又是蠻重的一場戲 我知道靜華在那場 他想要哭啦 他想要哭戲 他覺得那場他必須流淚這樣子 所以那場其實我也 給他了很大的空間 然後我也很 很擔心自己走位沒有走好 害他要重來 那場因為 被打的幾乎都是我 因為我要扛 我要保護他嘛 所以我必須被那個椅子打 那個椅子是 是組成的 但是他打下去其實重量還蠻重的 然後蠻痛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不是失溫就是 身體要扛很多 重量的打擊這樣子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我們拍大概一個半月 然後我很多天 拍完的時候我其實心情都很差 那個心情差是差說就是今天情緒又好重 然後今天拍的又好難過 所以當時我給自己的下戲方法 就是我每天收工之後 我要去吃一個好吃的東西這樣子 像我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然後我就會去吃幾個壽司 然後我很喜歡吃火鍋 所以我就會去吃火鍋 然後清淡的 我覺得做每一個角色我都會 我都會重新思考這個角色該是什麼樣子 紅色氣球啊 然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其實都是同志題材的電影跟劇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劇本上就已經給這兩個角色很不一樣的故事 跟這兩個角色其實厚度也都不同 跟他發生的事情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個角色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對 因為我覺得演員是一個需要很細膩的去生活的一個職業 在當演員之後我意識到這件事情 其實因為這幾部戲還有我平常日常生活中 我會很想要去上多一點的表演課去進修自己 那在表演課當中其實它會不停的刺激你 你要去回想以前的東西 像是什麼情緒記憶啊 或是你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你要記得然後把它用到戲上 就是有很多這些教學嘛 那這些東西會讓我更認識以前的自己 想到說其實我在生活中扮演了很多的角色 例如說我扮演了我妹妹的哥哥 我姐姐的弟弟 我在家中扮演一個兒子 我在朋友當中怎麼扮演一個開心果也好 或是怎麼當一個可能風紀故障也好 就是我扮演的很多種角色 那在當演員的過程當中去回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我在扮演這些角色當中 有很多很細膩的情感 是我平常不自覺的 對那當我去發掘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覺得好深刻喔 好珍貴喔這樣子 對 就是我私底下比較安靜一點 我是喜歡帶給大家活潑的感覺 就我覺得這個世界已經很多不快樂的事情了 我沒有必要再讓大家看到更多不快樂的我嘛 對 所以我會把這個東西盡量的留給一個人的時候 好好的去宣洩好好的去結束它這樣子 因為我日常生活中也蠻多鬼點子 對而且我很喜歡跟我的粉絲啊 或是我工作的夥伴們講一些冷笑話 或是講一些土味情話這樣子 然後他們給我的信 就是他們會寫信給我嘛 以前都會寫很感性的說什麼 找到在電影中看到自己啊什麼 到最後現在都是跟我說 欸我跟你講一個笑話 然後寫一段笑話說你有笑嗎 對 因為最近工作都會到比較晚 然後會收到粉絲的信嘛 其實有很多是必須抓這種空檔時間看的 對所以我就今天也帶了一些在工作的時候看 很多封當然都是很多鼓勵很溫暖這樣子 但是剛剛有一封讓我覺得很深刻是他說 想帶他媽媽去看 但是他媽媽因為生病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樣子 那他在他媽媽離開的時候 然後離開之前他都沒有辦法對他媽媽坦白 他自己愛的人是誰跟愛的性別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帶著媽媽的照片去電影院看 然後並且在看完的那個晚上他夢到了他媽 跟他說就是要繼續勇敢的愛自己愛的人這樣子 對這個是蠻感人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可以遇到很多優秀的演員 這件事情一定是最期待的 對然後可以在可能跟他們聚會的時候 或是跟他們碰到的時候可以互相分享自己拍戲的感覺 然後可以學習東西 那對我來說因為我入圍是新演員講 所以我好像期待的就是能夠聽到更多 他們在演戲過程當中 或是在編在導的上面有什麼很珍貴的經驗可以跟我分享這樣子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 我敢說出我喜歡誰 你敢不敢 我聽起來很好很好地感動 希望讓這世界靜止 想念才不會變得蝦蜜 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 我會再愛一次